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旅程中 请不吝点赞 这个风筝 成为了 成为了 能不能够 其中文字幕志愿者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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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东西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诚欲加施 我们今天的内容应该是对于经方面的争论 意思就是说 讽刺很多都有一些隐藏的疑问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对方的观点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尤其是像有部众的人 世间的一些人们 我们讲了这样的空性法门的时候 他们都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接受的时候 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中观修行人 瑜伽时候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其实这个空性和现象 你们也是承认的 既然一切诸法都有现象的话 那么这个现象你们也承认 我们也承认 你们也认为 不管是寂天菩萨也好 《月圣论》是龙猛菩萨 都认为这个火是燃烧的东西 虽是潮湿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法现象应该是存在的 但事法的现象是存在的话 我们有什么争论的呢 没有什么争论的 你们也认为是存在的 我们也认为是存在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 作者对他进行回答 说是 世人见识法分别为真实 而非如幻化 世间上的这些人们 被无名翻到遮掌的 世间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人 也确确实实是 他看见一切诸子 瓶子等所有的这些法 不但是看见 而且他认为这是石油存在的 他的本体 他的真相真实的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分别为石油的 而他们根本没有了解的 这些法全部是现而无自行的 显现全部都是如幻 如梦 如扬眼等等 这些道理 他们都并没有了解 而我们的瑜伽诗 也就是说中观瑜伽诗 完全可以说通达 一切做法虽然是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如果已经观察的时候 经不起任何观察 全部是如水泡一样 会毁灭的 因此这些瑜伽诗 完全能照见一切诸法的本体 是无有实在的 现象是有的 因为蒙草仁波切也说过 破现象的这种中观派 谁也没有 这个现象是不破的 蒙草仁波切也认为 我们前面诸子 品则都是显现的 然后外道人们也好 或者是一些时间都从来没有学过 宗派的这些人 他也认为这是存在的 这个显现上面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辩论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一个认为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就是石油的 而我们修行人 尤其是大乘中观派的话 就认为所有的这些现象 就如影响一样的 就是不存在的 《大智度论》里面 也是有这样一个教证 说是 如因诸法可见而不可诸 就像世间的一切诸法 就像是影响一样的 虽然可以见到 知道 但是你见到的东西 都是不实在的 以前勇家大使的 他的一些道歌里面 我以前也是用过 就是 梦里明明 又流去 绝后空空无打迁 就有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整个世间的人 就像是做梦一样的 在梦里面的话 能去做去以后 路到轮回以后 全部都是存在的 而你行举之后 整个大现世界 全是空空无有 就是一个法业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而瑜伽是 虽然他认为就像梦幻般的 这些现象 应该说是存在的 但是真正的这种本体上 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不存在 这一点 就是我们世间人和 也就是说 初世间之间的最大的辩论 当然我会觉得很重要的 我会一直到那个人在先見て 那想起来的 дело 只能说你感觉 稍微乱三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次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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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下期 都应该说过 我打听到这种話吧 inspires你 留意 我听到的 我听到这个警察 你不太多了 所以我们提个把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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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对方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说呢 外面的这种石油的法一定都是不存在的 但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你们也是亲眼看得见 亲而听得见 然而必色神完全能找到外面的色神相为处的这种法 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那这样的话呢 你们说的一切诸法都是虚妄的 如样样一般的 其实不是样样一般的 如果是真的养养一般的话 那我们眼睛怎么能看得到 身体怎么能接触 我真的能接触外面的一些外景 那说明这些法是应该存在的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呢 作者也是站在于中观婆媳的这种观点 或者是离场对他进行反驳 反驳的时候呢 此生党 色神相为党 一切外景的 万事万物的 这些信心色色的 所有的万法 在显量见到 你们自己也认为是显量见到的 然后呢 真正是自己也是得到的 这种说法呢 实际上是工程 工程指的是 人们只不过是传说 人们的这种共同的说法而已 人们的这种共同的 在名言当中也好 或者是一种虚假的观点上呢 只不过是真实 所说的这种见利而已 而这种说法呢 就是废质量 废质量的话呢 并不是真正用智慧获得的 并不是真正所谓的显量是得到的 因为真正的这个显量 得不到的 这个我们本论当中 下面也会观察的 什么不入则不合 不合则不语 下面专门由这个小针来 进行观察 我们的根和外境 你不入也不可能是合的 如果不合的话 怎么会是能接触啊 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并不是真正的 以正量来得到的 不是以正量得到的 彼得这些法 全部我们认为是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这些法应该全是虚伪的 是虚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六根 其实不是真量的 如果六根真量的话 那么圣者的道都不需要用的 因此我们前面也是已经用过 《撒谋帝王经》里面说是 《摄胜亦非》 若诸根为量 胜到负一水 意思就是说 眼而必舍胜也好 然后那个义根也好 这些都不是正量的 如果这些真正是正量的话 那么圣者的这个道 有什么用呢 一点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一般世间人认为是我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这些 不一定是正确的 这个确实不是正确的 你还可以一切那么厉害 你说是最确实的 英文字幕政策 你可认为是肯定的 要看你 给我关注咱供设设计 你还可以一切 prechen 肯定中 公告 咱们 大王 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说是世间的所见所闻是真实 它是正量的话 那世间的真见已经成了真实的 如果世间的所见所闻已经成了真实的话 就是像是龙猛菩萨 文殊菩萨 他们所做的这种真教 所做的这些一切出世间的法 就是有什么用呢 就没有任何用 所修圣道符合用 愚人未量也费力 就是后面都已经讲了 因为如果真正我们世间是真理的话 那么这个圣者就是所宣说的这些圣道 就是有什么用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被无名犯了所遮障的凡夫人的凡夫的这种愚人 我们千万都是不能把它当作为正量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得到 世间当中的话 本来是被无名的这种美酒已经讨罪了 然后发疯的特别的可怕 再加上是有许许多多的颠倒来讨罪 最后迷茫 迷失方向 世间当中有成千上万的这些众生 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方向非常的可量 那么这个就像是世间人把不净的 无垢的东西承认为是清净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本来都是具有三十二种 不清净的物质组成的 但是世间上的人们大家都认为 这个身体特别好看 你看他如是装饰 打扮 那这样长得如何如何漂亮 就开始认为身体也有干净的部分 然后本来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就刹那刹那都是无常的 但是世间人们就认为是 昨天的河流 今天的河流 昨天的瓶子 今天的瓶子 一直认为我们这些法是常有的 这样认为的 还有本来是没有我 反而认为是有我的 然后本来不清净的东西认为是清净的 就是等等 本来空行的法认为是有的 这样以后 世间的这些所谓的四种变道 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的 这样以来 我们不能认为是 世间人们因为看见的缘故 世间人因为说的缘故 就是不可靠的 世间人确实是很愚昧的 这样的愚昧的话 有时候人这种愚昧的传说 一直传达整个世界当中 最后全部都已经迷惑了 就非常的可怜 那么这种现象 其实我们眼睛见到的 也是不一定是真实的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下面第四个问题 遣处于宇宙相偉的正论 就是宇宙相偉的正论 那么这个呢 是围导世间人佛说无常法 真是费刹那 就是先讲这一段 意思就是说呢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你们就是说是一切万法 你们宗观或者是你们大乘论师们呢 就是认为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无有自性的 如果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的话呢 那么就是大慈大悲的佛陀啊 在有关的一些经论当中 比如说这个无常经啊等等 有关的一些经论当中的话呢 都说是万法皆为无常 就是就讲了这个 宣说了这个道理 那这样的话呢 一切万法都是恰难性的 怎么会是没有自性呢 应该有自性 如果没有自性的话呢 万法怎么会是无常呢 因为有了自性以后呢 他刹那刹那地毁灭 所以这个才叫做是真正的无常 就是对方呢 就是给我们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下面呢 就是给他进行抛析 抛析的时候呢 就说是 虽然佛陀在《初传法论》的时候呢 已经有关的经论当中 都说是四法因 然后万法无常的道理呢 讲得明明白白的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但是佛陀的这个教言的话呢 其实是针对不同的根机和意乐 戒性的众生而宣说的 因此呢 就是佛陀所宣说的这种无常法门的话呢 应该就是要有了益和不了益的 应该说是不了益的 最究竟的觉得空性的时候呢 是不了益的 为什么说不了益呢 因为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学习的一样的 就是他呢 就是有这个意图 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必要 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 就是由意理妨害 就是这三种 三种条件具足的话呢 就是说明是不了益的 首先就是第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意图是什么 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说的 无常的这个意图呢是什么呢 这个还是有他的这个原因的 这个原因呢 因为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法 在明眼当中啊 在世俗当中的话呢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而且这种现象呢 也是像这个水泡一样的 就是叉啦叉啦毁灭性的 所以佛陀就是针对这个现象的这一些法呢 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 就并不是这个妄语 就是应该是由这个意图 那这样说的必要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不存在的话呢 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小乘人和 有相当一部分的世间人的话呢 他就侮辱其土 因为他呢有特别这个严重的失质 然后这世俑的话呢 一下子全部空的话呢 那就是他就接受不了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给他就是讲是 一切诸法呢就是 是大的方面也是像春夏秋冬啊 或者说是一些大的相续呢 就是有改变就是 宣说了一个粗大的无常 然后呢 他如果能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的话呢 就是全是用这个叉啦叉啦的这种无常啊 就是然后呢 就是跟他呢 就是也可以就是讲这样一个这个道理 这样这样一个道理的话呢 逐渐逐渐就是这些人呢 也会会了解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无常呢 真正是存在的话呢 有什么妨害呢 就是他说真是非诈啦 在真正的这个生意地当中 真是意当中的话呢 其实所谓的这种刹那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里面呢 说是所谓的这个真是呢 就是实际上是 真正在这个生意当中 你四边八戏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的这种刹那也是不存在的 诸法刹那刹那毁灭的话呢 这也是不存在的 然后是非刹那的这种常有呢 也是不存在的 就是既无未来是 业无现在是 就是中论当中也是 就是好像在十九品吧 就是观察这个十品 就是观世品当中呢 没有这个未来的话呢 现在也是没有的 若一切是有什么何愿必无常 就是在《四本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一切事件有的话呢 那所谓的无常是怎么样得到的 所谓的这个无常呢 其实是真正的这种 我们众生面前暂时是安利的 暂时在明眼当中这样安利的话 所谓的这个无常也是可以的 真正用思想来观察的时候呢 你这个无常啊 非无常啊 这两者都是一种细论 这是一种分别念 根本就是得不到的 我到底在哪里 这种细论是一种分别的 我是那种细论的 我们下期间的重渐 发展到这个细论 发展到这个细论 目标准备 我们下期间的重渐 我先说 我们下期间的重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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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不尽 见为世间见 他这里就是说 颂词当中有这个题文 那如果你们说刚才无常刹那刹那的东西在生意当中是不存在 那生意当中不存在的话 世俗当中也是无常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无常不合理呢 因为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的话 无常在生意当中是不合理 是与世俗的相位 怎么相位 首先是用例证来说 一般来讲我们世俗可以眼睛看得到 世俗的人能看见的 可是无常的东西啊 刹那刹那毁灭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这种凡夫人 世间人 他就看不到 昨天的柱子就是这样的 明天的柱子也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来讲是 人也是一天比一天老的这种现象 根本看不到的 这说明不是世俗地的境界 如果世俗地的境界 世间人也看得到的 但是查了无常心 世间人看不到的缘故运离着相位 然后佛陀圣教当中也是 刚才也讲了 见无常即见到真谛 即见到真主 意思就是说 谁已经见到万法无常的话 佛陀说是 他已经见到了一切法的真相 那这样的话 他并没有说这是世俗地 所以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都讲的是 见到无常就是见到真谛了 那你们的这种观点 他既不是生意地 也不是世俗地 已经变成了第三品物体 非常的不合理 就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下面那个柱子对他进行回答 就是说是 虽然在有些世间人 以前没有学过大乘的这些空性法门的 可怜的这些众生面前 看不到一刹那刹那无常的这种现象 但是他看不到 并不一定是世俗当中不承认的 其实世俗应该有一个 我们在《入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正世俗和假世俗 有两种 但这个正世俗的话 我们一般只有六根 完全能无有损害的路边面前可以成立的 还有一种 在瑜伽线念面前也可以成立的 有这么一个世俗 然后我们刹那刹那的毁灭 河流刹那的这种变化 那么这些虽然世间凡夫人 具有迷乱迷惑的这些人看不到的 但是已经通达 而去无有的 这样的瑜伽士完全能造见 一切诸法是无常的 所以在他们的这种境界面前 诸法刹那刹那无常完全能看得到的 因此你们刚才说 诸法无常的道理 在生意当中也不合理 世俗当中不合理的 这两种过失是没有的 因为瑜伽士面前 其实他不包括在生意的当中 应该包括在世俗的当中 比如说 我是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 无有自信 这样的话 我对诸子也好 瓶子也好 或者是对人 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 就像法王如意宝的 《无常道格》里面所讲的那样 整个世间也好 内心当中 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刹那刹那 毁灭性的 没有一个常有的这种东西 所以在瑜伽梁面前 他不会有过失的 那这样的话 刚才说是 为什么佛经里面说是 已经见到无常以后 见到真实的真心呢 哦 这是观待世俗人 观待世俗人来讲 因为世俗人 大家都知道 一切万法认为是常有存在的 在这些人面前 如果你见到了无常的道理 那我们可以说 啊 你真的是已经见到了无常的道理 所以说 我们一般人觉得 见到无常的话 已经见到空性了 见到真实的了 有这种感觉 所以佛陀针对这些人面前 说是见到无常 即见到真地 即见到真如 所说的密意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这样来理解 我们对无常的观点 在瑜伽师面前 他是一个世俗地 然后一般来讲 世俗人面前 动到无常也是一种真地 见无常方面 有真和假 应该用量方面来对的 感谢观看 世俗人面前 这些人面前 藏着 你说我说的真正的意思 我说我认为一样 我想高兴 你猜不过一个因素的 这些人面前 这些人面前 然后一边 这个人面前 会发生了 你猜不过一个因素的 这些人面前 可能会发生了 我说 我想得很高兴 我说 我说我说你能不高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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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